不要弄,可以 开心堆叠积木 今年十岁的陈振宏 平时就喜欢跟弟妹一起玩耍 看不出他患有糖尿病 我糖尿病血糖低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累 肚子很饿很想吃东西 然后也不会控制好情绪 会无缘无故发脾气啊 我做厨房的时候我也是很惊讶 因为我们没有接触过第一型糖尿病 也没有想过一个小朋友 三岁小朋友他会得糖尿病 小时候的一场发烧 妈妈周采云才知道郑宏患上了糖尿病 医疗费用的庞大,让家人苦无对策 于是寻求居然持继的帮忙 这些用品都是一笔数目来的 所以我们经济方面比较没有这么好 有了持继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在家里照顾Brian 注射一道素我觉得不会痛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 我在小朋友面前不会躲避 会勇敢面对 会控制好血糖 然后让我的身体健康 我们大人是讲打针一天四次都会怕痛 而且他是一个小孩子 他很勇敢去面对这个糖尿病的病例 送一些故事书给你们 鲁莽的小老鼠 这七年来 志工与家人的关爱 让郑宏不畏病痛更坚强面对未来 谢谢妈咪用心照顾我 我爱你 大爱新闻苏玉花 204方马来西亚居然报道